我們看神機大條是第一叫 然後第二則是什麼 反應太慢 反應太慢 有一些那種 像我們這種急性子的人 遇到反應慢的人 你會覺得說 你是有聽懂還是沒有聽懂 怎麼都沒有反應 一般我們都不會這麼私離 OK 只有我 那是對我先生 但是趙哥也受不了反應慢的人 反應慢很奇怪 我覺得反應慢也是一回事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因為在演藝圈做酒 有的時候難免先進這一行的助理 看到我們會怕 他們做了一點什麼小動作 我們有一點反應 我們沒有無心的 他們可能都會怕 我講一次那個出國那一次事情 就真的很離譜 當天講好 早上7點要到我家來接我 十了一小時 這一支幾乎就是 要開很趕了嘛 對 基本上從我家到那個機場 速度開得飛快 都走路肩 你看他已經很要求 因為那個 你都走路肩 基本上那個罰款就不得了 那你連續被抓被罰就不得了 我就已經很不爽了 好不容易 因為走路肩比較快 到了 因為我跟你講 早上7點多 全部的人都在等你 你好像搞得像張文綺 不是 沒有 那一天因為是拍戲 所以只有助理跟我 他不是跟劇組 那還好 所以在走那個 走那個路肩的時候 我就已經很不爽了 因為這如果被警察抓到 警察還要再盤問 還要再開罰單 那都拖時間了 還把你迅你一頓 對啊 你身為公眾人物 你懂不懂社會責任 可能還要上新聞 做一個最壞的示範 滾 我們先講一下 你不需要把所有的私欲 私口全包 這個送包在我身上 我知道你對我不滿 我都知道 走路肩 然後保私家隔離 然後 對 然後 到我去場 我就終於有點不氣了 為什麼 可是時間幾乎就是來不及了嘛 就大概離那個閘口要關 大概剩不到10分鐘 好 那因為我是商務艙沒差 我就趕快拿我的護照 要扮 扮到他的 不給扮了 為什麼 護照皮跟護照分開的 我說什麼意思啊 怎麼會掉的 趙先 這位就是同行的女生 她的護照皮 護照 其實護照跟護照本 是可以分開的 照理說是不可以 可是分開了 分開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對 那陪著我弟弟飛 不可能啊 所以我就說 現在怎麼辦 那一般只是想到說 那趕快把它黏回去 那黏回去 那黏回去啊 機場 怎麼黏 機場 機場應該有交代 這不行吧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老夫老妻喔 我跟你講 這都是在助理講的 所以那個助理這樣講 那個機場那個 check的那個小姐說 不行喔 我們不能這樣放你出去 因為你這個等於 是破損會啊 破損 對 所以到底怎麼都不行 破損的護照 我聽了我已經快瘋了 我說那我現在不進去不行 再怎麼樣我都要 你可以不走 可是 我如果走今天走進去外 你也不用幹 對啊 其實我火已經這麼上來 這樣子跟他講了 你這樣跟他講了嗎 因為他是新來的 那我走進去 你就不要幹 對 我心裡面就是這樣 這麼想 後來我就跟他 因為他也是女生 好巧不巧他又是女生 所以我就心比較軟 就不但講太硬的話 我就說 來來護照給我 我跟那個女生講 你去啊機場 桃園機場啊 你去三樓 三樓有個書局 我忘了是金石棠還是什麼 你去買 集中生智 你去買三秒膠 對 千萬不要用什麼膠帶什麼 你去買三秒膠 把那個縫 黏起 黏喔 試試看 對 有 你就幹 沒有就算 我說我不能等你 我要進去了 對 因為我真的要進去 所以我就進去 我只記得啦 我只記得 我進去的時候 艙門要關的時候 就聽到外面有個女生喊 等一下 進來了 喔 謝謝 進來了我就安心了 他等一下的時候 他有敲 隆重登場 六月也下雪 喂 OK 鬥鵝冤 天動地 我講完了 謝謝 我講完了 然後呢 好聽好聽 他有沒有關起來 關起來以後 我當然就沒有理他 因為他不是坐我旁邊 他是坐我旁邊經濟艙 下了飛機以後 我問他 你怎麼解決 他說沒有 趙哥 你好聰明 你好厲害 我就買那三秒較後 兩邊黏一黏 就OK 可以進來了 我當時心悶想 他還稱讚你就對了 很棒啊 很棒 他可以你 我是在想 你一個要出門的人 你今天晚上 是不是就護照先看好 你怎麼會讓你的護照到櫃台的時候 是分開的 他有看啊 前一天每樣事情都要檢查點 對嘛 是不是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他有看啊 有皮 也有內蚊 都有 沒有 因為剛才別在一起不是嗎 出國前 不只檢查護照有沒有缺損 還要檢查日期有沒有過期 對啊 六個月以內你就不能用 而且不是前一天 是前一個月你就要去 你要仔細檢查這件事情 每次都是這樣子 有些人他這個就是 不在乎細節 對不對 來凱希你去過什麼事情 我要講張文綺 我的天 我跟他搭到一個節目嘛 然後有一天早上 就是全世界人都在找他 找不到他 然後我們打電話給他 他都沒有接 結果後來發現 他睡在另外一個棚 他現在 他以為他要去另外一個棚路 因為有時候會換棚 他以為他自己最早到 然後直接睡在那邊 然後全世界都在找他 沒辦法開路 然後本來我們的那個節目 都是在二樓路嘛 然後那一次不知道為什麼 改到就是地下室 然後我就想問 不知道為什麼 一定有原因的啊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其實前一天 經紀人在發通告的時候 就已經會告訴我們了 對 會寫說在擠棚 對 但是我習慣 我就沒有去把它看完 細節 對 然後我一進去 我想說 怎麼燈都是暗得真好 我第一個到 難得我沒有讓大家等 他還以為他先到 對 我已經到了 不然其實舒嬅或是工作人員 他每天會先開燈 就是我們會知道說 有人在那邊等我們這樣 然後我就很開心 然後我就進去化妝室 然後我就在那邊等 然後等到睡早 睡早的時候 我發現奇怪 我怎麼越睡越沉 然後都沒有人叫我 我就要繼續睡這樣 他還繼續睡 他都不會覺得說 那我要不要聯絡一下 我還真的沒有 我還真的沒有 攝影棚 如果你一進去 你會發現異常的安靜 燈也沒亮 那個時候就應該 是有蹊蹺了 對啊 而且聽說他那個地方 鬧過鬼 我都不知道 誰知道 他有鬼在他旁邊飄他 也不知道 我也習慣了 我的身體我也習慣了 Anyway 後來就有一個工作人員 就說 文綺 文綺 你怎麼會在這邊 你怎麼會睡在這邊 我心裡想說 不是錄影 我說今天是比較晚到 還是我太早到了 他說 沒有 今天是在下面錄影 只有你一個人在這邊 然後我說 真的假的 所以我已經遲到 他說 對 而且大家都在等你 天啊 那個時候我才知道說 我已經是一個人 我不知道我就是 沒有那個在 我 對 你要講什麼 你確定跟你講的那個人 是工作人員 你確定 只有他看得到 對啊 你確定 而且你知道工作人員 後來去調查發現 整個華市根本沒那個人 沒有人 沒有人 有啊 後來老一輩的華市人 調查出來了 沒有 有那個人 20年前就過世了 有啊 面口好可惜 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 後來那個 工作人員怎麼知道 我因為二樓 就是畫那個道具間 是他們上來二樓 發現我睡在那邊 然後再跟通告的人講說 他發現我睡在那個地方 所以那個通告才跑上來說 好詭異喔 對 文綺你走 而且那個他還怕吵到我 所以他還很小 文綺 你怎麼睡在這邊 就反正整個事情 我都覺得太鬧 因為我手機拿起來的時候 已經是二十幾通電話了 天啊 你手機也聽到 都沒有聽到 沒有聽到 因為我完全算靜音 開靜音嘛 大家是習慣 他們那個節目 天台衝衝衝 就是偶爾會 掉到地下室去錄 我有一次也是這樣子 出了一件糗事 我們就直覺以為在二樓 我就跑去二樓 那氛圍不太對 我想說 是不是換了一組製作團隊呢 我們去就是 坐下來就準備梳化了 然後就有人 因為一般梳化人員 看到藝人坐下來 他也不管是誰 他就給你畫了 越畫越奇怪 我開始隱約覺得 我的妝好像比較像歌仔戲 我也不好意思問 我以為是 這是他的風格 我也不好意思惹 舒嬅不開心這樣 對 那是後話 他就畫著畫著 真的就是歌仔戲 然後我才說 我問一下 你們的妝都花這麼濃嗎 他說玉琳哥 因為他開始對那個回合 玉琳哥奇怪 你這是什麼節目 那個時候冰冰姐 在華視開了一個節目 有一個單元專門 在演歌仔戲的 結果他們掉到 通通通掉到B4去錄影 然後我不知道 我一樣跑到以前 他們經常就是在二樓錄這樣子 對 天啊 那也滿特別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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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